小朋友在雄年風當中 不然可以吃點心酸油氣 透過勞水的課程 整個月有應得 每天的大金馬運動 還可以教導活動 核心靈體有規則 也在雄年風 每天的系統性的大金馬運動課程 讓小孩不然可以等到歡喜 課程當中 還可以實施到失水鼓勵 遵守規則 在安全的外面過程當中 保護家庭也收給朋友 也在雄年風 每天的系統性的大金馬運動時間 在這大時間裡面 學長雲年風也能運動 生油氣 老鼠又整個靈體 整個節節 連下雪 在雲苑在其中 讓小孩的大金馬運動時間 一邊運動一邊下雪 另外萬里雄年風也非常感謝萬里公所 來提供十方票後 是來丟一 讓小孩可以快樂安全的外面 我們原來的學校是在二樓的長域 我們就是跟原長 去幫我們跟公所 商界了五樓的活動中心 讓我們可以在五樓 帶著孩子一起安全的 玩好玩的大肌肉運動 我們的大肌肉運動 主要就是在著重讓孩子 透過遊戲 然後去學習到一些運動的技能 也從當中去觀察到孩子 可能有一些認知方面的不足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運用到我們的遊戲器材 比如說我們有三角錐 在那三角錐有各式各樣的顏色 也可以讓孩子去認識顏色的認知 然後帶入到我們的這個遊戲當中 每天都幾個不同的大金馬運動 出外的學生也相當期待 老鼠馬上要帶來的確定理論 日期出的軟生後後 他都聽到老鼠的外棟指令 一邊外棟一邊頂戳 白雷戳不一樣失水的三角錐 接著來又進行滑布車的充電 自己保住好小 過程當中 原來是塞到失水的鼓勵 竟然也學習到安全外棟的重要 那我們就是透過遊戲的方式 讓孩子去巡迴漸進的 去透過三角錐去定線 然後讓孩子去測量到那個距離 安全的距離 然後學習到定線了之後 然後也可以聽從老師的指令 去放好安全三角錐 然後再去進行各式各樣的運動體能遊戲 萬一雄年 希望透過每天都安排大金馬運動 不然要訓練小孩的金馬 連是滑布車的兵器 經過馬上臨在下室待在機場 並且解決準順利和安全時都有關係 讓小孩回來到家裡 也可以在班戚 或是生活中順利和應用 記者錠片韓萬一報道